巨猿状态下的贝极塔依旧保持理智 自身战力更是达到惊人的18万 悟空凭借灵活走位疯狂逃窜 贝极塔又一众拳袭来 悟空躲闪剑系恍然大悟 原来当初爷爷所说的满月怪物竟是自己所变 难怪天神执意要将自身尾巴拔掉 不过现在还不是忏悔的时候 随即决定使用元气弹与之一战 贝极塔转身直接打断施法 关键时刻悟空开启借王拳进行躲避 可依旧被巨猿尾巴拍飞 没想到对方体型如此庞大 其速度却没丝毫衰减 贝极塔再次袭来 身后耀眼的光球瞬间激发悟空灵感 急速跳至巨猿面前使出太阳拳 此招过后贝极塔短暂致盲 趁此间隙悟空赶紧与之拉开距离 还没学会元气弹的朋友们请认真观看 首先调整好战力姿势 接着深呼吸放松身心 双手缓缓张开并举过头顶 口中默念大地海洋以及所有活着的人 元气弹终于大功告成 可此时的贝极塔也已恢复势力 悟空正欲打出元气弹终结对方 殊不知贝极塔直接释放一发嘴炮正面将其击中 好不容易收集到的元气也因此流失大半 现场更是引起一场惊天大爆炸 就连千里之外的克林二人都清晰可见 待浓烟消散 悟空拖着重伤的身体艰难站起 贝极塔杀心四起 抬起大脚就要将之踩扁 悟空虽顺利躲开但还是被无情拍飞 此刻的他可谓是祖上之鱼任人宰割 贝极塔仍不解气 纵月上前一记中击彻底废掉悟空双腿 就连视线也逐渐变得模糊不清 贝极塔正欲给予悟空致命一击 后者利用仅存的力气发布偷袭贝极塔又有 这下悟空真的连擦鼻涕的力气都没了 反观贝极塔愤怒之瞬间拉马 大手抓起悟空不断施加压力 是要将悟空捏碎以解心头之恨 顶级辅助亚索的实力究竟有多强 要么不出手 一旦出手那就是绝杀 在此之前 悟空被巨园贝极塔完全碾压 暗中关战的亚索虽想出手相救 但奈何双方实力相差甚远 危急关头 悟饭和克林及时赶到现场 亚索本能地将两人拦下 以目前几人的实力 贸然上前几乎等于自寻死路 好在克林也是经历过大风大浪的人 随即告诉众人 只要将巨园尾巴切断 贝极塔便会恢复原样 战术商议完毕 克林和悟饭即刻出发 可亚索却刺激开溜 这时贝极塔察觉到有脏东西靠近 转身一看果然发现悟饭已经来到面前 王子一脸不屑 与此同时 克林悄然来到巨园身后 大鹤一声开始凝聚气园斩 将目标牢牢锁定对方的尾巴 在大手一挥顺发气园斩 本以为计划就此达成 可怎想贝极塔纵身一跃轻松躲过克林大招 飞出去的气园斩还险些误伤误反 原来贝极塔早就察觉到两人的存在 眼看父亲的气息愈发微弱 误犯再也忍不住了 摆好架势就要与之一战 没想到这反而激起了贝极塔的兴趣 正当他洋洋得意之时 顶级辅助亚奇洛被终于出手 贝极塔万万没想到 现场竟还躲着个满级老六 如今没了尾巴的作用 巨猿贝极塔的身体逐渐缩小 直至恢复正常模样 可即便如此 贝极塔的实力依旧不是在场之人所能匹敌 只见狂风呼啸而过 贝极塔直接将死亡的魔爪伸向乌反 后者来不及反应便被一脚踢飞 必再接一拳重击乌反腹部 身后的克林还想趁机偷袭 殊不知王子反应极其迅速 反身一脚将克林踢飞数十米开外 见其被打的生活不能自理 又单手拎起乌反 挑衅到下级战士的儿子终究是个弱姬 一番蹂躏过后 贝极塔直接将其丢至悟空身边 打算将父子二人一同送去极乐世界 而这恰好给了悟空机会 他希望儿子能替自己战狗 果然 一听到短笛叔叔的名字 悟犯状态瞬间拉满 趁两人激烈对拼见戏 悟空叫来好兄弟克林 并将先前收集到的元气弹交给对方 虽然能量流失大半 但其强大威力依旧在现 那么克林是否能成功击败贝极塔呢 悟犯一口气连发树道魔赏光 贝极塔无视闪现CD轻松躲过 速度之快使得克林根本无法锁定 这时借王紧急连线克林解释道 要用心灵感受对方的邪恶之气 方能精准锁定目标 克林听后似乎有所感悟 正面战场上 贝极塔使出拿手绝活王子战狗 无数能量波像不要钱一样从手中发射而出 现场顿时乱时横飞烟尘四面 悟犯躲闪不及直接被炸飞至后方的山体之上 然而贝极塔并不打算给其喘息的机会 急速冲锋上前就要了结悟犯 危急关头 克林终于锁定王子邪恶之气 随即毫不犹豫打出元气弹 可怎想亚索一声呐喊吸引王子注意 最终元气弹与气擦当而步 并且静止打向悟犯 千军一发之际 悟空通过心灵感应与悟犯对话 嘱咐到没有邪恶之气的人可将元气弹反弹回去 悟犯试着赵左 果然将元气弹给推了回去 而且元气弹精准锁定贝极塔 至此王子终于成为正史中第一个被此招命中的男人 只见强大的能量急速推进 贝极塔脸部都已扭曲变形 最终飞向天际化为星星消失 随后众人沉浸在一片喜悦之中的时候 贝极塔从万米高空上重新掉了下 并且重重砸在地上没了动静 好心人克林随即走上前去 决定为其造个王子之墓 可怎想下一秒却直接惊呆重脸 场上的局面再度反转 就连戒王都未曾想到 世上竟有人能硬扛元气弹的伤害 纵使王子如今身受重伤 但他确信干掉在场之人还是绰绰有 画壁贝极塔开始双手交叉蓄力 周身随之亮起白色光点 接着放声怒吼疯狂宣泄体内的赛亚能量 待烟雾散去 以贝极塔为中心的数百米以内 直接被炸出了一个巨大的圆形深坑 可由于自身处于残血状态 刚才那一招的破坏力明显下降许多 因此悟空三人并未就此隐秘 反观贝极塔也以泪的大口喘的粗气 只能勉强利用悟空术飞向悟饭 可当他一步步走上前之时 竟发现悟饭的尾巴已经重新长得出来 为什么说那么多人讨厌气息 在此之前 当宇宙飞船升起的那一刻 贝极塔终于开始了万年老二之旅 地球卫视虽牺牲大半 但好在是取得最终的胜利 片刻过后 老龟等人乘坐飞船赶到现场 大老远就听到了齐齐急切的声音 只见他跳下飞船急速冲锋 眼神异常坚定从克林手中抱回悟饭 克林说悟饭问题不大 反倒是悟空伤势非常严重 谁料齐齐根本不予理会 好兄弟克林多少有点失落 反观最心疼悟空的还属不满 克林向大家坦白一众小伙伴牺牲的事实 而且天神和比克也已不复存在 这意味着根本无法召唤神龙将众人复活 布马大声斥责这一切都是亚索的做 好家伙这属实是无理取闹的 要是没有老六亚索的关键助攻 与贝极塔一战还真要输掉 随后众人回到飞船之上 克林说到或许还有复活的办法 因为天神本是纳美克星人 而这一种族天生就拥有制作七龙珠的能力 所以当初贝极塔才没有顾及比克的生命 之后去纳美克星寻找更加强大的龙珠即可 现在看来可能性虽小 但如果能找到塞亚人口中所说的纳美克星 说不定真就能让小伙伴们复活了 不过在那之前 众人还得把小伙伴的尸体收回冷冻仓 老龟疑惑怎么没有脚 而实际上其实满天飞的都是脚鱼 众人再次回到飞船之上 布马不由回想起当初与雅木茶相处时的点点滴滴 虽有大吵小闹 但更多的是俩人美好的回忆 椅子不由一算 小珍珠也不自主地往下掉 整个人顿时泪流满面 与此同时 悟饭终于从昏迷中醒过来 琪琪赶紧安抚自己的心肝宝贝 克林说与塞亚人一战已经圆满获胜 悟饭赶紧转身看望自己的爸爸 父子俩相视而笑甚是开心 这时亚索好心提醒琪琪不要只顾着自己的孩子 应该还要关心一下自己的老公 可怎想琪琪的回答简直惊呆重 好家伙 亚索简直道出了我的心声 言归正传 正当众人为如何寻找那美克星而烦恼之时 中分男子戒王终于发怀 他对大家的表现还是相当满意 随后拿出戒王账本查阅信息 片刻过后终于找到那美克星的坐标 相传那美克星本是一颗美丽的星球 但由于气候发生一波 在那里的种族快到了灭绝的边缘 所以当初天神才会逃到地球 久而久之也就接任了前任天神的职位 接着戒王利用头顶两根天线加以探测 得知那美克星人一族的人口正在缓慢增加 虽然算得上是个好消息 但以目前地球最先进的飞行器来算 一共需要4339年有余才能到达那美克星 不过好在克林先前抱了赛亚人的装备 可以利用他们的遥控器操控宇宙飞船前去那美克星 由此众人再次燃起新的希望 物贩不读书 吉连都得哭 小时候的物贩就以热衷锻炼 奈何奇奇在读书方面抓得太严 布马大小姐向众人带来好消息 前往那美克星的飞船已经解决 波波碍于看守天神殿不能一同前往 龟老爷子倒是十分乐意前往那美克星 奈何不满知道他的尿性 直接将之拒绝 反观克林再适合不过 物贩也不再有误 坚决要前往那美克星寻找龙珠复活短笛叔叔 面对奇奇的质疑 物贩更是直接拆除绷带以表决心 奇奇顿时气得破口大骂 物贩决心彻底爆发 强如奇奇都不得已做出妥协 语言沟通问题交由翻译机解决 众人随即决定十天后出发 夕阳西下 悟空还不忘测试儿子的实力 十天时间转瞬即逝 终于到了出发那美克星的日子 克林一身打扮略显帅气 反观布马则比较隆重 为此还特地换了新发型 物贩第三个到达 只是拥有一千多战力的 他竟被奇奇打扮成小学生的模样 克林没忍住调侃对方的蘑菇头造型 物贩回答羡慕嘛 你连头发都没有 克林赶紧打断够了够了 安置好行李后 冒险小分队向众人短暂告别 布马一进飞船便自顾系上安全带 克林二人顿感不妙 果然下一秒 布马直接操控宇宙飞船前往那美克星 动力系统瞬间拉满 隔着屏幕都能感觉到满满的推背感 飞船冲出大气层后方才趋于伟定 物贩隔窗望向太空 心中不由产生无数牛逼的构想 趁布马换装见系 物贩也随之脱去小学生的装扮 片刻过后竟换上了短笛同款战斗 这又是让贝吉塔看了要发飙的音语 三人小队在宇宙航行过程中 误入艳品那美克星 而且由于操作失误掉向万丈深渊 待三人苏醒过后 方才发现几方被那美克星人所救 其中一个名为莱奇 另一个名为克罗 布马打开雷达发现果然有龙珠反 莱奇主动请应陪同三人一起寻找龙珠 克罗暗地里留在布马的飞船上密谋计划 小分队寻着雷达信号来到河流中央 克林和悟范费尽千辛万苦都未能找到 反观莱奇精准翻开巨石轻松找到龙珠 另一边 贝吉塔已经回到大本 一众小弟赶紧将其送进治疗舱中治疗伤势 镜头一转 小分队来到一处古代异境 于其中布马如愿找到第二颗龙珠 如此顺利地寻找龙珠之旅 布马不由猜测对方心怀鬼态 下一颗龙珠意外被巨龙吞进腹中 随后巨龙误入巨毒找时 果然靠近一点真的会被融化 悟范只好穿上防护服前进其中寻找龙珠 众人本想倒数十秒利用绳子将悟范拉上岸 殊不知他们还是低估了巨毒找时的威力 但好在悟范找到龙珠后及时发现断掉了什么 并在防护服被溶解之前 成功利用反向魔闪光冲出找时 至此三颗龙珠轻松得少 众人鼓足干劲继续前进 第四颗龙珠就藏在眼前的巨型龙卷风之中 克林和悟范当即决定发射能量波摧毁龙卷风 奈何却遭到不马的阻碍 万一不小心破坏龙珠岂不是前功尽弃 悟范急于复活短移叔叔 于是一鼓作气跳进龙卷风内部 并且凭借坚强的意志成功拿到龙珠 接着细心将其装进口袋 再顺发魔闪光摧毁龙卷风成功脱离危险 至此龙珠收集进程已经过半 之后众人误入一片奇特之地 克林的火把不小心从手中滑落 差那间无数大鸟腾空而起扶摇直上九万里 原来小分队并非处于森林之中 而是在大鸟的背部之上 更糟糕的是 巨鸟同伙错把克林他们当成猎物 被迫无奈众人只好从数百米包空上一跃了下 第五颗龙珠就藏在眼前的城堡里面 当治疗仓液体下降的那一刻 贝极塔王子伤势痊愈 虽然尾巴没能重新找出来 但好在是卡拉塞亚人冰死复活的贝多 自身战力已经巨幅提高 另一边 龙珠小分队来到巨人城堡 其中一颗龙珠刚好嵌在对方的耳环之上 悟犯三人齐心协力终于将龙珠取出 但这一举动也将巨人惊醒 双方大战一触即发 克林快速凝聚大招弃圆斩打向对方 悟犯顺势发动魔闪光进行捕刀 然而巨人宛如不死之身 克林二人顿时傻眼 好在关键时刻布马驾驶飞机将之救下 随后三人来到一处冰窟寻找龙珠 布马转头发现来气和克罗都已不见 正当他疑惑不解之时 克林成功取到龙珠 众人开心不已 殊不知下一秒洞窟开始坦坦 三人不由做起自由落体运动 随后又是紧张刺激的短道速化 原来这一切都在第三方的掌控之中 镜头一转 贝吉塔脑海中不断浮现被悟空暴打的场景 随即换上战斗服 就要前往地球杀他的骗子不留 老朋友邱仪突然挡住王子去脸 原来弗利萨已经得知龙珠的事情 为了获得永恒的生命 大王早已前往纳美克星搜集龙珠 贝吉塔绝不允许对方在自己之前获得永生 赶紧从小弟手中夺过探测器 即刻坐上宇宙飞船前往纳美克星 回到三人小队这边 面对步步紧逼的巨大雪球 克林和物贩同时发射气功锅 企图利用冰锥阻止雪球 可结果却是事与愿违 好不容易滑到洞穴出口 然而外面却是万丈深渊 好在克林二人利用悟空术化解危机 眼看即将靠近最后一颗龙珠的所在地 物贩却意外被一股不明力量所控制 而且布马也被挟持 先前的两位纳美克星人随之露出真面目 原来早在此前 两位外星人读取了布马的记忆 从中得知龙珠的秘密 以及纳美克星人的长相 并且精心策划了这场阴谋 目的就是抢走布马的飞船 离开这颗垃圾堆行星 面对如此局面 克林只好决定先救物贩 可结果还是中了对方的圈套 随后两位外星人从布马手中抢过雷达 他们也要前往纳美克星收集龙珠许愿 布马为了活命只好操控飞船打开舱门 与此同时 克林和物贩齐心协力顺发气攻波 利用强大的能量漩涡顺利脱离困境 并在两位外星人离开之前及时赶到现场 三拳两脚轻松将其解决 最后布马驾驶飞船全速前进 成功赶在气凤闭合之前逃出垃圾堆行星